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重庆料理以辣闻名 是不少适辣老偷的最爱 新北新装这间面馆 招牌的重庆冒菜锅 红彤彤的汤底 全被肉片 鸭血和豆干丝等食材团团盖住 不少人会点碗白饭 搭配稀饱麻辣汤汁的肉片一起入口 呛辣滋味让人意犹未尽 另外手工酸辣油泼面也很受欢迎 Q弹面条紧紧吸附着麻辣酱料 厚实又有嚼劲 吃来辣劲十足 老板待客也很大方 想吃面的人还可以续家 河南酥肉砂锅 重庆冒菜锅 陕西油泼面 云桂川的米粉 它这四样东西 其实它代表了四个成分 不同的饮食文化和传统 拥有各自江湖地位的美味料理 统统集结在新庄建安街上 这间小小面馆里 每到用餐时段总是人潮满档 如果节目时间有时候 有等过快要半个小时多 对 它真的人蛮多的这样子 尽管店面位置不显眼 但在附近居民眼中 独特的口味就是招牌 我是东北哈尔滨的 所以说感觉来他这里吃的话 感觉就像回到我们家乡一样 有家乡的味道 为了应付中午的人潮 老板娘张松梅 每天早上七点就要到店里 把汤底跟配料都准备妥当 这一锅高汤是我们店里的灵魂 我们所有的汤味都会用到它 然后我们的高汤 真的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 它里面有胡萝卜 白萝卜 萝卜是提到一个汤的鲜 因为它会发甜 然后是鸡腹和猪大骨 滚滚高汤持续沸腾8小时 让食材精华融进高汤里 另一道灵魂配料 红油 辣椒 张松梅也坚持自己炒 才会比较香 姜片 香菜 洋葱 还有这个葱段 还有小芹菜 这个把它炸到有一点焦黄的时候 会再把这些香料放进去 这是至少15种以上的香料 堆叠数种食材香气的红油 接着在倒进加了三种辣椒的汤锅中 它的辣椒用的有我们河南的内皇新一代 它是提辣的 然后是贵州的二斤条 它是提香的 然后是陕西的芹 就是陕西简称那个芹 芹酒 芹椒它那个颜色是红红的 它是上颜色的 红亮亮的辣椒油 加进高汤和煮好的肉片 木耳 丝瓜等各种食材 成就这一锅火辣辣经典的重庆冒菜锅 它其实就很像就是个人的小火锅这样子 然后就是像菜啊丸子啊鸭蟹啊之类的 重庆冒菜锅红通通的汤底全被肉片鸭蟹豆干丝等食材团团盖住 分量十足 不少人会点碗白饭 搭配吸饱麻辣汤汁的配料一起入口 辣到让人吃没几口就满头大汗 我其实身体比较不能吃辣的 就是我一吃辣就是会 就是会有反应 那我主要是点小辣 那它的小辣其实 我觉得可能对一般台湾人来说 就已经还蛮够味了 从河南嫁来台湾的张松梅 最想念的就是从小吃到大的家常菜 在切成条状的猪前腿肉里 加进四川麻粉 胡椒粉各式调味料 做的是它的家乡味酥肉丸子 这个酥肉丸子在我们店里的话 它是一个河南的代表 就是河南的一个地方特色 这个要选猪的钱加肉 然后切成条 我们手工自己切成条状 然后用各种香料把它腌制 腌制两个小时之后 加淀粉和面粉 把它拌匀再去炸 炸到金黄的酥肉丸子 加进冒菜锅 里头还有面条丸子和青菜各种食材 全吸爆了麻辣汤汁 一路口火辣感像股电流直冲脑门 它有那个麻味 它的麻味跟麻味是都非常的重 对然后而且它里面的料有很多 我觉得CP值很高 我觉得里面特别就是它那个酥肉的部分 因为它那个酥肉是在外面吃不到口感 而且吃起来嫩嫩的花这样子 拥有一身好手艺 因为张松眉的父亲是板斗师傅 从小耳濡目染下开启了她对料理的兴趣 也因为料理与先生相识 一个邻居我叫姑姑 她有嫁到这边来 然后她在三翔那边有开一家面店 也是卖我们河南手工扯面的 然后我现在的先生他去那边吃面 然后认识了一个老板娘 然后后来就有了我的故事 我就到这边来了 就到她与先生结缘的手工扯面 做法很卑躬 得先在中筋面粉里夹进研发汗水 搅拌成团 洗面一个小时后再擀平 切成又长又宽的面条 切完之后因为我们手工切的 它那个有时候比较有厚度 再一个是它这个中筋面粉 它这个面粉比较弹性比较好 所以我们下锅之前开始煮面之前 还要再把它稍稍拉一下 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字 也就是叫手工扯面 酸辣油扑面一上桌 散发阵阵麻辣香气 Q弹面条紧紧吸附着麻辣酱料 后食又嚼劲 辣劲十足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吃那种宽面 然后它的宽又大概这么宽 所以它其实一碗可以吃超级棒 当初刚嫁来台湾时 张松梅就打定要开店当老板 只是创业这两个字容易写 做起来却很难 因为我之前做其他的都亏钱了 所以最后在我一个师傅的指点之下 师傅说 你还算是比较会煮这些小吃之类的呀 你做其他的都亏了 你不如尝试然后去开一家面馆 六次创业 五次失败 直到第八年 张松梅才在家人的支持下 做起自己拿手的家乡菜 一开始她担心老家的重麻重辣 台湾人会没办法接受 我不想改良 因为我想做不一样的 我就是想坚持我的味道 其实这个当初真的是蛮担心的 可是后来让我意想不到的是 我的那个顾虑完全不算 喜欢吃辣的会特别特别爱 因为他们都说 跟我在大陆吃的 哦 是一样的 这道酸辣粉 也是张松梅的拿手烤菜 半透明的酸辣粉 吸附满满麻辣汤汁 吃在嘴里Q弹滑舌 先是腊上舌尖 香麻感觉紧接着而来 呛辣滋味令人意有味境 它的粉的话我觉得 因为我之前有曾经在国外的 云南云南人的餐厅工作过这样 然后它那个又是比较偏云南的粉 所以因为还蛮香 也没有味道而已 走过创业的奸行 如今靠着一双手 一味料理的热情 张松梅总算一个三秒半的梦 也把她这份家乡味 分享给更多的人 在新竹后火车站附近 竟然也吃得到 道地的西藏料理 这里的羊排炕锅 配料好丰富 有着鲜炖厚炸的羊排 红黄椒还有炸马铃薯块 和粗粗的宽带面 羊排外酥内软带点小麻小辣 和孜然粉非常契合 沾满香料的宽淡面带点嚼劲的口感 吃来香辣可口 另一道黄焖羊拐筋炖得也很嫩 轻轻一抿骨肉分离 满满的胶质口感让上唇黏住下唇 搭配着后果条一起吃相当过瘾 好 小心啊 锅很烫不要放哦 来 小心哦 我们大陆西北那边的人 他口都会比较重 然后吃了以后就觉得 哇 这炕锅还真的蛮正宗的 就蛮道地的 然后就觉得很好吃 然后第二次就又带朋友来吃这样子 连当地人都赞赏的西藏料理 辛香味浓的羊排炕锅 搅拌中冒出阴阴白烟 羊排 红椒黄椒 洋葱 马铃薯块 还有粗粗的宽淡面 应有尽有 一群人想要尽兴聚餐不是问题 像那个宽淡面的 平常都吃面的人 然后这个东西我可以吃整锅 老板刘伯安的羊肉 吃来软嫩没有腥味 因为它加入了桂皮 小茴香 等等十七八种的中药材熬煮 去腥 提香 当然肉质的选择 还有炖煮时间 更是缓缓相扣 我们主要是用纽西兰的羊肉 然后大概熬的时间 大概要超过四个小时 它才会暖嫩 煮到软烂的羊排 还得和马铃薯一起丢进锅里地炸 羊排撒上香料 孜然粉 再和蔬菜宽淡面结合 先炖后炸的羊排 更加外酥内嫩 沾满香料的宽淡面 吃来香辣可口 马铃薯外酥内层绵密 搭上红红绿绿的蔬菜配色 让人胃口大开 因为它是客户锅嘛 所以它有就闷过 然后它有外酥内软的那个口感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比较好 厉害一点的羊肉 可能羊肉有一些就是汤头的味道 跟就是肉质鲜美的味道 但是这边的话就是有多一点它那个香料 而且它就是表面的香料 跟里面肉质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客人们前来一尝的这间西藏美食 在新竹后火车站附近 鲜红的餐厅装潢 充满浓浓藏式风情 是刘伯安的发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